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如意 马来西亚是举世闻名的美食天堂 但每天却制造一万五千吨盛食和厨余 这些被抛弃的食物足以填满七个足球场 或让七百五十万人填饱肚子 每年全世界都有六百多万个儿童因饥饿而死亡 我们在享用美食的丹尔 应该好好珍惜所拥有的 避免过度浪费食物 欧业电视台记者柯统林采访报道 欢迎收看欧业电视台的华语新闻 我是陈罗颖 最近天气炎热 许多水坝缺水 造成吉隆坡和水癌而多个地区治水 许多居民叫苦连天 因为没有水的认识 实在太不方便了 日常生活中缺少不了水 因此治水问题严重影响了吉隆坡与水兰儿一带的居民 大家现在都学习如何节省用水 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欧业电视台记者郑树玄采访报道 欢迎收看欧业电视台的华语新闻 我是柯选一 再过不久 中国一对可爱的大熊猫 凤鱼和福娃就会来到马来西亚 许多人都迫不及待想和他们见面 来看记者柯选一的报道 凤鱼和福娃来到马来西亚 日记可以为国家动物园吸引100万人参观 欧业电视台记者柯选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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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